华语篮球世界 2021年8月6日 美国女篮为所欲位 周五中午 奥运女篮准决赛先赛一场 由美国女篮对阵塞尔维亚女篮 毫无疑问 美国女篮就是全世界女篮一姐 她们已经连续六届垄断奥运女篮的金牌 统治力无人能撼动 而塞尔维亚女篮 虽然也有全世界前十的整体实力 可惜在星光熠熠的美国女篮面前 显得颇位渺小 塞尔维亚女篮唯有做好 心理准备竞逐铜牌 美国女篮是世界上女篮 范畴里面最降之师早已无庸置疑 从最新一期国际篮连上的积分排名来看 她们牢牢占据头把交椅 此番出征东京 她们的目标不言而喻 冲击连续第七块金牌 分组赛阶段 美国女篮无需太多热身 就打出崔库拉朽之势 连胜尼日利亚 日本和法国女篮轻松晋级半准决赛 当然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获胜分差莫有达到球迷预期理想值 来到淘汰赛 美国女篮在与世界排名第二澳洲女篮的较量中 半场结束就建立起超过20分领先优势 两大前场球星布丽安娜史超火与格连娜 发挥高效合力 掌获41分 疯狂肆虐没有 一干八支镇守的澳洲女篮内线 最终大胜24分 而55分也是球队金界赛事以来最低失分 足见美国女篮状太近一步升温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女篮相对于其他对手不单指内线优势十足 而且后位与侧翼都相当优秀 他们防守侵略性强 攻防转换速度之快 更是令人望尘莫及 泰纳斯、珍维莱特和身手全面的艾查威尔逊联手 筑起的防线频繁打出水银泻地的反击 总而言之 美国女篮目前一切都处于积极前进势头 很难有人能终结他们的夺金之路 除非受到全方位挤压 另一边乡 塞尔维亚女篮上届奥运 最终继军战击败法国女篮赢得铜牌 成绩相当不俗 目前世界排名第八 实力不容小觑 金界到目前未止四场比赛战罢 塞尔维亚分组赛取得二胜一负都算可圈可点 而上仗与中国女篮一战堪称经典 他们在三节结束时落后9分 最后一节发力单节净胜16分 最终逆转晋级 充分体现出这支东欧女篮球队韧性十足 不过要注意 塞尔维亚过去四场比赛从未试过半场落后 一场逆风球当中更多可能是偶然性 而金杖对手美国女篮同样也是习惯一直掌控主动 并且他们的实力比任何对手高出至少一个档次 塞尔维亚女篮此意难以重演翻盘好戏 从阵容方面来看 塞尔维亚女篮身高并不处于劣势 他们阵中有多名主力球员六尺二度或以上 如此高度应该可以抗衡美国女篮的内线 无奈后卫的平均实力并不出众 主控伊云尼安达臣是阵中位数不多 军场得分上双的球员 另外两位是华斯克和谢利纳布鲁克斯 则是身材较为高大的风险 总而言之 可以预料塞尔维亚女篮的后卫线 将会承受巨大压力 最后被打爆也不足为奇 感谢收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你的一个赞就是我们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